我对手之后掩护 出进来 好球 这一下动作速率还是很快 这也是王朗奇琳特点 这球之后感觉他稍微有个停队 有个节奏的一个变化 直接反正让大球站在那了 广开 中距离 这球其实应该是林薇的节奏 他很喜欢这种出手的感觉 但是没投进 漂亮 转换当中 苏明辉不看人传球 直接主攻篮下的胡锦球 扣着完成扣篮 这一下让南京队这节犯规 已经满五次了 后边要格外的注意防守动作 漂亮 苏明辉 背传 这就漂亮了 就是他有手法 越战越勇 苏明辉上场打吉林的 外线手感也不好 三分线外是5分0 看王兰钦怎么样 来了 南京队连续多个回合命中了 23比16 他们已经领先到7分了 反正苏明辉来防 注意拉开 提前夹击 这个夹击的时机 我觉得稍微早了点 你进攻剩8秒 你要剩5秒以内 你去夹击 可能更好的运货 王丽莎 再给 这球 大球这个手上活是更细腻 不如要反思一下 散开 不要挡开 敏辉 点一下 王丽莎 再给奥坠 奥立佛格扣了增三日 哇 这球漂亮 这球特别有耐心 每个 比较击坏 吴统佳能不能把握住 对 布莱克尼 今天不光是火力全开 状态也完全上来了 很猛 布莱克尼也没有更多的精力 分散在竞争当中 布莱克尼 分这流动 布莱克尼分出来这些球 南京的队友也真的给力 都投进了 面对加接要丢 老家人往前点这一下 没拨出来 还是没看过 一秒钟 刘东 两个中距离 一抢二 拿下来 加击出球 奥立佛再分底脚 朱敏龙没有投 往下杀 漂亮 很会平衡自己的竞争选择 今天手感不好 连防也是 更好的为了保护法尔 因为法尔防奥利弗有点困难 今天奥利弗贡献了两个精彩的扣篮 这次明显产生对于整个进攻的破坏起到非常好的效果 对 很熟 很难的情况下 这是绕了中盘日的背后 老沙局站联防 布莱克尼 面对竹进龙 干拔 续上了 这对南京来说可真是太关键了 篮板球 老沙队收下 林辉变相 背后 三人肚漂亮 先人指路 怎么传出来的 就感觉所有的人都已经完全给他夹到一起了 就这么一个缝隙 斯明辉就找到了 白色尼 提前夹击 王岚千 三分线外一米超远后 王岚千 投丢了下半场的前五个球 但是关键时刻命中了自己可能这场比赛最重要的一个三分 接球防得很好 中盘日转身往里走 要单挑奥利弗吗 给到王岚千再会飘 王岚千神志一手啊 自己来嘛 一对一 那这样全场比赛结束 恭喜南京投外送 网易上 一定简易留宿 观点 许可